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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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当中 一大亮点就是将实验室办到了考古现场 实现了文物的发掘和文物保护的无缝衔接 您能否再为我们进一步介绍一下 在文物发掘和保护上 这一次我们采取了哪些新技术和新手段呢 我们到发掘现场一眼可见的 那就是在现场设置的大棚 大棚里面设置的发掘舱 在发掘舱里面还有多功能的一些发掘系统 所以在这个发掘过程当中 采用了很多分析检测的一些手段 在探方边还建立了实验室 一些很多分析检测的 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设备 那么这些技术这些手段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提起信息 现场的考古信息 还有各种影像资料等等 所以在这个方面 这一次发掘是一大特点 就是在技术上非常的完备 那么除此以外呢 还有这个多学科的合作 因为我们在现场有多家团队 30多家团队参与这个发掘 就包括文武保护的 那么不同的团队 大家可以就不同的这些发掘的理念 发掘的经验这些共同进行交流 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一次发掘的特点 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这一次发掘 除了在技术上有一些新的一些创新以外 我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次发掘 它是一次研究性的发掘 因为这个从发现三号坑 是2019年底发现三号坑以后 接连又发现了六座坑 那么当时并没有基因进行发掘 而是进行了这个周密的一些论证 自定的这个计划 是充分的这个论证之后 才有序的展开这种发掘的 另外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即上一次发掘 一号坑二号坑的发掘已经35年了 所以这一次发掘 我们是带着30多年的认识 和30多年来积累的问题来进行发掘的 所以这是和1986年的发掘最大的区别 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次发掘 通过这次发掘 能够探索或者是形成一种 研究性发掘的一种新的模式 当我们谈到三星堆出土的这些文物当中 有一件是特别令外界关注的 就是铜纵木面具 铜纵木面具 高鼻深目 扩嘴大耳这些特点 让人们也不仅很疑惑 说这样的一个青铜形象 它不太像中国人 反倒有些像欧美人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三星堆发现的这些人像 它都是艺术品 有一部分人像是比较写实的 包括它有不同的发饰 那么即使是这部分人像 它也是有夸张的 或者是形态上的夸张 或者是神态上的夸张等等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像面具 它是带有神话色彩的 包括刚才说到的铸木人像 铸木大耳 还有比如说这些鸟生人像 人面鸟生的 那么这一类人物形象 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些 严实的一些宗教信仰 比如说是太阳崇拜 那么这些人像 它表现的并不是真人 实际上从全世界来看 古今中外都有很多的这种 人物形象 那么夸张抽象 这些从古到今 都是常见的一些艺术手法 尤其是早期的一些作品 它表现的是早期的 这些神话思维 它不是真人 从古埃及的人面诗生像 到太平洋的 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上的 巨大的诗生像 都是这样一些作品 所以我们不能根据 这些艺术作品 来对应现实当中的人 更不能以此来断定它的人种 所以我认为 这既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也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那这一次 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当中 我们发现金面具 其实也一人下相 就在您看来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 诸如像埃及 希腊发现的金面具相比 三星堆发现的金面具 和它们之间 是不是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这个早在上世纪80年代 三星堆一号和二号坑发掘之后 学术界就有学者 关注到这个问题了 那么确实是 三星堆七五坑里面的 包括金面具 金杖 青铜的人像 神术等等 这一类衣物 在埃及 在西亚确实也都有 也有某种相似性 但是呢 在我们没有开展前面的研究之前 我们很难断定 它们有什么联系 我们要说它有什么联系的话 是需要这个正经链的 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正经链 那么当然也可能 这些相似性 说明在世界各地 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现象 甚至有共同的这种观念 或者是宗教信仰等等 那都有可能 所以呢 确实也值得 就各区域的不同的这些文明 古代文明 进行这种对比研究 那么学术界普遍认为 这一次对于三星堆遗址的一个发掘 它最大的价值在于 正视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就在您看来 三星堆和以它为代表的 巴蜀文化的考古发掘 他们是从哪些层面 哪些维度 证实了这样的观点呢 据我个人认为 在成都平 它有一个文化谱系 是最早是新世纪时代的文化 代表性的就是宝顿文化 那么青铜时代的代表性文化 就是三星堆金沙文化 之后才是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 那么最后是新汉文明了 那这个三星堆金沙文化呢 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一种 区域性的文化 那么如果我们要归纳 它的最重要的特征 那么可以说 这个文化它最突出的 就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的 而且这个太阳崇拜 可能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 当时的这个社会上层 可能是控制了贵重的资源 一些重要的生产技术 还有手工产品 那么利用这些全社会的贵重器物 来进行一些宗教祭祀的活动 而不是用这些贵重器物 来表达个人的身份 那么这些特征呢 是和同时期的商文明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这些特征来看呢 当时在成都平原 也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国家 因为只有早期国家 才能做到这一点 也才需要这些特殊的一些 青铜制品一类的这种贵重器物 那么以后呢 山西的经商文化发展到 东周时期以后 当时成都平原可能更多的收到了 来自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 中文化的影响 所以这个文化发生了改变 社会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再往后呢 随着秦汉王朝的统一 成都平原这个地区的区域性文化 也汇入到秦汉统一的秦汉文明之中 所以从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以一个区域的考古材料 能够反映出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这么一个形成的过程 这一次我们知道三星堆的六座祭祀坑 它出土的文物数百件 但是呢目前还有很多问题 是留待科学的解释的 就在您看来 未来的考古发掘当中 关于三星堆遗迹的探索 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入手呢 在过去三十多年 首先是围绕着一号坑二号坑 两个坑的连带 性质 成荫 包括这些各种出土遗物 它们的功能含义 都进行了这个非常全面的探讨 形成了丰富的这个解释的理论体系 进一步这个研究进一步 拓展到当时的社会文化 宗教信仰 这个文化交流等等 都有非常丰富的认识 我们现在说的祭祀坑 这只是一种观点 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认为它还不是祭祀坑 所以说各种观点并存 那么这一次新发现 首先会对以前的这认识 各种认识加以检验 这是第一层 那么第二层意义呢 就是这一次新的发现 也会对很多关于三星的遗址 三星的文化的一些 具体的问题有所推进 你比如说这个七五坑的连带 因为这一次发掘了六个坑 而且已经有了第一批的碳14的连带数据 其中四号坑它的连带 现在测定那就是三千两百年到三千年 这是一个比较确定的连带 那么如果对六个坑的连带 有了明确的认识 那么就为我们下一步探讨 这些七五坑的性质 垫垫那个基础 那么进而呢 我们可以探讨三星堆台地 这个区域它的性质是什么 三星堆层子那边各种余计 他们的关联 我们都可以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再进一步 我们可以更明确三星堆文化的连带 三星堆文化和其他区域和长江流域和中原 他们的交往等等 对于这样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 我们认识一定会推进的 第三呢就是这些新发现一定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 虽然可能解答了很多问题 但是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 那么新的问题会带动我们去进行新的研究 所以我认为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 由此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考古学的一个目的 最终的一个目的 还是要通过这些考古材料来建构历史 那么这个用考古学建构历史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今后我们会围绕这个目标 还要做长期的努力 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考古百年 那能否请您结合自身的经历 谈一谈回望中国考古百年 您最有感触的一点是什么 而未来中国的考古又将如何更好的发展呢 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 中国考古学无论是从学科的创立发展 还是到我们用考古学来揭示我们的文化 用考古学来建构历史 我们都做出的交韧的成绩 中国考古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每一年有大量的考古新发现 那么这些新发现不断地在更新我们的认识 尤其是在当今融合了多学科开展研究 所以我们取得的 获得的考古信息 是以一种难以估量的这种速度来增长的 那么这些新发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 这些研究不断地更新我们的认识 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研究的领域 带来一些新的理念 扩展我们的视觉 视视角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 考古学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当中发展 最快的一门科学 那么不仅如此 我们对考古学它的意义 我们在今天在诞生一百年之后 我们也有了更深入的这种认识和理解 那就是说我们考古学 它面对的是历史 研究的是历史 但是我们研究历史终究是为了理解当今 面向未来的 同时也正因为一百年做出的努力 中华文明也以一种科学的面貌 进入到这个世界古代文明的谱细当中 那么对于考古学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考古学的发展是前景广阔的 那么也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加强的 那么比如说 就是多学科的融合发展 考古学应该融合更多的学科 因为从考古学的诞生来看 它就是受到了多学科的 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的推动和影响的 那么在以后考古学的这个发展历史当中 考古学是不断的吸收同时期的一些 最先进的一些科学技术的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 是考古学出现了一些革命性的一些成就 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转折 那么在未来呢 我想中国考古学也需要 就是进一步的吸收多学科的一些理念方法 一些成果 第二点呢 我认为今后这个考古学 还需要加强这个考古学理论的建设 因为我们的考古资料 它都是零散的 都是片段 所以在这个材料和历史之间 我们需要桥梁 那这个桥梁就是考古学的理论 所以这个考古学理论 是从考古材料当中 归了提炼出来的一种 极有解释力的一种思维框架 那么有的这个考古学理论 我们才能更好的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些考古材料 才能对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看法 那么第三方面呢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要展开不同文明的一种比较研究 要把中国文明放到这个世界古代文明的这个背景下面去去进行研究 只有这样通过比较研究 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面去研究 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特质 对中华文明走过的这种形成的发展的道路 我们才会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我们注意到您从很多年前开始就研究三星堆 能否谈一谈三星堆的研究 对于您智学特点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研究的主要的领域就是长江流域青铜社的文化和社会 那么四川地区四川盆地或者是成都平原 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 其中的三星堆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移植 所以我在这方面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来进行研究 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呢 对我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影响 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这方面的研究带给我一个长期思考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用考古学的方法 用考古学的材料去建构一个区域连贯的历史 第二呢就是这方面的研究带给我一种新的视角 就是看待不同区域的文明 我是用区域区域的视角去看到这些文明的 这也让我重新去思考中原和周边这样一些概念 或者是这样一些视角 第三呢就是说因为三星堆 因为青鲨都没有发现文字 所以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啊 也促使我去思考这个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 食物和文字它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的一个总的认为啊 我是认为这个食物材料可能是更为本源的 好的 非常感谢施敬松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